我來一點點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拉攏一些 跟你政治官埔 或是議題官埔比較近的人 你可能就是要從 政治的同溫層下手 過去可能有擔憂 是害怕 XXXX 女神下午茶扮成佩琪爆紅 人最怕這件事 哈囉是A네a的朋友大家好 好是女神下午茶耶 變裝黃紅女神下午茶 近期應扮演陳佩琪高雄安等真知人物爆紅 說起爆紅代表作也有小沛波 特色其實就是她的假髮 對她的假髮就是媽媽 典型媽媽頭 加上她的穿衣風格其實都蠻一致的 就是黑色上衣 穿一個長裙這樣 之所以沒有模仿她的講話方式 是因為她的講話方式太慢了 應該是高雄安算是聲量算第二高吧 高雄同志遊行 所以我就扮成高雄安去 高雄同志發咖啡暴 對所以就有跟很多人合影 算是蠻爆紅在那時候 長輩粉絲變多 阿公我不確定 但有阿嬤 有叔叔阿姨 不是我覺得 以前會喜歡這些變裝文化的人 來按我讚 留言鼓勵私訊都有 就是蠻訝異的 反正是這些前輩長輩們 他們可以比較理解 我想要表達什麼 然後用有趣的方式 去呈現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也覺得蠻開心的 也覺得我蠻可愛的 確實也因為這樣 接了蠻多政治的活動 像霸兩 在前個禮拜他們有舉辦 那個上海音樂節 就有成功去當主持人 女生下午茶不會用網紅 或是變裝皇后身分 談論政治 更不擔心被貼標籤 丟工作 以後被網友攻擊 自己身為LGBT族群 那相關的議題一定是跟政治有關 那我會覺得如果你只存在於推動自己相關議題的話 你可能同溫層會很小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拉攏一些跟你政治光復或是議題光復比較近的人 你可能就是要從政治的同溫層下手 如果我今天在意的議題 其實跟這些人是相近的 那我更要參與說他們相關的話題 當你在用Dat Queen的身份 講政治的時候 有曾經被阻止嗎 我擔憂的點是怕講錯訊息 沒有一些社會責任 我是覺得說我必須掌握到我的資訊 才會去發表一些東西 NnessUniversal 宣教 翻譯 XBOX 小生日 雲 雲 雲